所以要要要本著這樣的心嘛 我們大學所講的 格物格什麼格心物格生物嘛 心物就是貪意稱恨慈慈慈愛望嘛 心有所貪意者不得其政,心有所分之者不得其政,有所恐激者不得其政嘛 有沒有 所以心 不得其政 心不在焉,是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而不知其味嘛 所以心物自閉,生物自然,生物就是九色財氣嘛,生物就是六億的貪著嘛 所以要格心物格生物嘛 除生物覺悟到心的源頭,除心物負性出嘛 所以叫性、心、生是一貫嘛 三者之不可離就像根本之不可分嘛 有沒有 儒家的心法不是 聖心物以引為 僅聖在心還沒有動以前,心一動以後心中就有物嘛 心還沒有,心一動就心中有物 所以謹慎在心還沒有動以前最隱為嘛 對不對 惡意而以動機 要惡子在動了以後 有善有惡 如果不好的話馬上stop 是心法嘛 所以 性、心、生一貫 三者之不可離就像根本之不可分 這叫性、心、生嘛 那麼這個地方所講的無極嘛 無極禮天嘛 這個地方太極 這個叫太極欺天嘛 這個房極向天嘛 明白這個就是聖人嘛 明白這個是賢人嘛 明白這個是不列聖賢嘛 凡夫嘛 所以孟老子是成聖是人性本善 道子可善可惡 為賢人嘛 荀子呢 人性本惡 養性莫善與寡義 你有那麼多的慾望 對不對 當然是 無色令人目瞞 無音令人耳聾嘛 無味令人口爽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 荀子所講的嘛 所以這是常而不變嘛 這個變而有常 這變而無常嘛 自信是不是常而不變 更古長存嘛 古業造金城嘛 道貫古金嘛 所以叫古活嘛 有沒有 這是變而有常嘛 所以各位 這個心是變而有常 不是善就惡 變來變期嘛 好啊壞也變來變期嘛 所以各位 我們現在啊 這個變而無常 我們現在修道要常要學會要隨緣嘛 隨外在的因緣 隨緣 隨緣 但是心不要變 隨緣 隨外在的因緣 各位 我們一直要改變別人 我已經改變別人 我們不只先接受 我們慢慢改變自己來感動他 你要 越想要改變他 你越來越生氣 對不對 越要改變他 你越越生氣嘛 因為他沒在乎 對不對 所以不如隨緣 隨眾生的因緣 隨緣不變 這個變了有常變了無常 我們隨這個外在的因緣 不義 便義 交義 都一樣的 聖父聖靈聖子嘛 聖經不是講嗎 聖父聖靈聖子嘛 六祖不講自信內造三毒幾祖 自信只要內造三毒貪真吃就沒了 第一等罪 第一不是貪真吃愛嗎 第一等罪一直消滅 內外 明測 就是西方 不做此修 如何道別 所以只要自信內造 自信地上 覺悟到自信出來 覺悟到自信出來以後再放大光明 外造六門清靜 能破六億諸天 所以自信內造 戴眼鏡子先前的時候 那外面的 能破六億諸天嘛 無助為本 無念為中 無相為體 講的都是一樣的 是不是道朗 聖父 聖靈聖子 三位一體嘛 所以 聖經上所講的 要禱告的時候 是真的內事 禱告的時候是真的內事 要關著門 這是一個門啊 機機關關 門 所以當你這個門一平了以後 這個門就變成這樣子 禱告的時候要是內事 所以基督教叫莫道 莫就是不要出聲音嘛 不要用重複的話 不要以為話多閉門垂天 多心就多話嘛 是聞到廟裡面香拿起來是不是念很多話 不要以為話多閉門垂天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口以前上帝已經知道 我們要講什麼 因為上帝在我們裡面不要忘了 上帝在我裡面 上帝沒有離開我們 裡面的上帝和外在上帝是一個上帝 沒有 沒有 不是二 我們還沒有開口以前上帝已經知道我們要講什麼了 所以 這個聖經所講的 一樣的意思 太多了 以後 太多了 所以 克己是負離嘛 克服自己的私心就回歸 原來的天理嘛 克服自己的私心啊 克服自己的私啊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們私心放下越多 我們工心就越大了 我們這樣才能夠配為激功的門徒 私心放下私心 我們工心就越長 大道之行也 天下為工 只有工心才能夠走遍天下 如果私心啊 這是我的啦 這是我的後血啦 這是我道場 你就被他綁住了 哎呀 哪裡都勞我們的兒女啊 我後血敬佛責任啦 他們懂了以後我就 他們懂得照顧我就問地方啦 那這樣的話 你行遍天下 悠悠自在 自在就是解脫嘛 所以這個 佛法生 我們說佛教所講 歸余佛法生 歸佛 佛就是絕嘛 歸佛兩族尊嘛 以絕為師 兩族付惠兩族 歸佛禮義尊 因為法就是讓你歸一嘛 所以歸了一個清靜的私以後 你這個離開一切的禮義尊嘛 歸一生 眾中尊嘛 眾人當中最尊貴的 生就是六根清靜嘛 六根清靜方何道 後退原來是向前 多言 宿窮 不如什麼 守中 多言宿窮 你說他絕口就不如什麼 守中 所以忠爺者天下是大本 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啊 所以無中生有 所以講了 我們 老子到了經所講的 這個手楼上 磚器 自柔 能如嬰兒乎 就是我們 我們的氣質啊 能不能 柔順道 像孩子一樣 能如嬰兒乎 抵除弦然 能無恥夫 就是我們心能夠純淨到 因為我們心 抵除弦然了 因為我們 真的太多了 認識太多 懂得太多了 這些知識 這些文字 能無恥夫 能無瑕疵 再迎破抱一 再迎破抱一能無離乎 就是能夠心性合一啦 就是內聖能夠心性合一 知其熊守其子 為天下 那 希 倉德不離 富貴嬰兒 知其熊守其子 你知道 熊就是很 雄壯 知道很 你要保持那個 剛烈的部分的時候 你很 剛烈的時候 你要有柔順的一面 那這樣的話 才能夠為人家的 為天下希 才能夠射受 才能夠為人家的模範 才能夠常德不離 這才具有那個德性 那麼富貴什麼 富貴嬰兒 富貴嬰己 知其白守其黑 你知道 人家在讚嘆你的時候 在恭維你的時候 你要想 怎麼樣 知其白守其黑 你知道白的一面 光明的一面 你要想有那天 有那個黑暗 是不是 現在好的時候 你要想到不好的時候 這樣才能夠 為天下 無 常德乃族 富貴於普 知其容守其辱 為天下 是 常德 不特 富貴於無己 他講的意思呢 都是要讓我們在相對待的事件當中 我們心裡有一個平衡 我們心裡有一個平衡 作為天下人的魔幻 你才能夠 常德不特 就是常德不差 富貴於無己 無己 無己也好 普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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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嬰兒也好 這個都是 這是同樣的意思 所以這一切的文字 所以這一切的文字 道也好 絕也好 無聲也好 老母也好 自信也好 希望也好 淨土也好 佛果也好 禮天也好 其實講那個不可說的那個東西 那個名詞不一樣 但是 同樣一件事情 那個叫做不可說 那個就是 不可以用 不是用眼文字說出來的 你看我們儒家說天明智慧性 率性智慧道 修道智慧教 天明智慧性就是本性 率性智慧道 那我們這個本性 率性就是執心 執心應用出來 就是道 那修道智慧教 為什麼要修呢 為什麼教化呢 因為我們心不平才要教化 所以教會教化 佛法 一切一切 佛法生 經律論 律就是借律 法律 就是法規範我們的心 借律也是借 借我們的心 所以禮節禮節做什麼 節制我們的心 哪個心 不平的心 不平的什麼心 不平的惡心 借我們這個心 所以 天明智慧性率性都要修道智慧教 所以 一 這個 明心見性 純心養性 修心練性 抱怨守依 無所住而勝之心 靈神 靈神習念 靜氣養神 其實講來講去 講道不離身 講法 不離自信 不離自信 我們還沒有回到 所以 新民班 至善班 行德班 佩德班 衝德班 武班 雄外部班 那麼多的課程 講那麼多的經典 武教聖的經典 一切人那麼乏 還不是讓我們借很多方法讓我們回歸我們原來的心 然後 明心見性 見性以後做什麼 見性以後才可以率性 率性之味道 所以各位 開悟見性 修到了開始 六祖二十四歲開悟見性 有沒有 那是開始啊 真正的修行在列人隊那十五年 那個十五年的過程 就是 歷練他的心 是不是在一切的境界線前 他的心都是保持那一顆心 不動不搖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應用無外了 各位